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撤换了组长职务 他反省自己 为什么总体贴肉体 玩乎职守 他对尽本分不思进取的根源与危害后果有了哪些认识 2018年我在教会制作视频 起初因我对业务技术和各方面的原则都不熟悉 就很努力地学习钻研技术 一段时间后 我的业务技术有了明显的提升 弟兄姊妹还选我做的组长 我心里挺高兴的 也愿意下功夫尽好本分 后来我们有个复杂的视频项目出现了问题 带领就让我去跟进解决 面对繁琐的工作流程 还有资深业务技术的缺少 一开始我还能和弟兄姊妹一起想办法解决 可努力一个阶段后 工作逐渐顺畅了 我的业务技术也有了一些提高 我就开始懈怠了 心想 虽然这个项目还没有做到最好 但相比之前已经涨性不小了 我只要维持住这个状态就行了 没必要总是跟得那么紧 天天精神紧绷着 多累啊 一有这个思想 净本分就不用心了 是 是 从那以后 我就很少研究新技术了 也不注重学习业务了 有几次我制作的视频出现了一些问题 弟兄姊妹就提醒我 要提升业务 虽然我也知道弟兄姊妹说得对 但又想啊 我每天的工作量已经够多了 要再挤出时间学习 自己受苦受累不说 万一 这个时间精力耗费了 果效再不明显 那我不是白打工吗 所以 我就没把大家的提醒当回事 后来 带领发现我们的工作进度缓慢 让我去查找一下原因 佩达的弟兄 也三番五次提醒我 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那弟兄姊妹这么提醒 你当时心里咋想的 是啊 当时我心里有些抵触 虽然现在进度慢点 但比以往也有些果效了 这也不能急于求成吧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 如果再细节梳理一下工作流程 工作效率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但一想到 我每天的工作压力已经不小了 要再花时间去做这项工作也挺累 我就一直往后拖 后来带领又提醒了两次 我碍于面子 才勉强走过程地总结了一下 结果还是没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后来我对组里的工作 一点不愿操心了 也不想付代价往好了做 有点时间就想多休息会儿 有时连着几次我都睡过头 还耽误了些工作 有时外出办事 我就故意磨磨蹭蹭 不想尽快回来尽本分 工作不忙时 我也不琢磨怎么提升业务技术 还想趁机多休息会儿 就这样我越来越懈怠 每天按部就班地跟进安排工作 几乎不给弟兄姊妹总结偏差 工作中出现问题 也不想花心思去解决 结果明明可以提前制作完成的视频 最后拖拖拉拉才完成 那段时间 我制作的视频不断出问题 组里弟兄姊妹的业务 也一直没有涨进 工作稍有点难度 大家心里还有些抱怨 我不但不交通真理解决 反而还随从大家喊难叫苦 那你当时有没有意识到 这种情形不对啊 是啊 没有 当时我太麻木了 不久 因为我不做实际工作 带领工人多次交通帮助 也不扭转 最后 我被撤换了组长职务 撤换后 我心里很难受 就祷告神反省自己 一天灵修时 我看到神的话说 有些人尽本分 一点苦都不享受 遇到点问题就总很难 不肯付代价 这是什么态度 这就是应付糊弄的态度 尽本分应付糊弄 用一种轻慢的态度去对待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你能尽好的本分 你也尽不好 达不到合格 神对你这种尽本分的态度 很不满意 本来 你如果能够向神祷告 寻求真理 尽心尽意地去做 你能这么配合 神在前面就都给你预备好了 让你办的是水到渠成 有好的结果 你不用费很大力气 在你竭力配合的时候 神就给你安排好了 若是你偷奸耍滑 尽本分不招调 尽跑歪道 神就不做了 这次机会 你就失去了 神会说 你这个人不行 没法用 你靠边站吧 你不是喜欢藏奸耍滑吗 你不是喜欢偷懒 贪想安逸吗 那你就永远安逸吧 神把这次的恩典 这次的机会 留给别人了 你们说 这是受亏损 还是得益处了呢 这亏损太大了 阿们 看完神的话 我想起自己做组长期间的种种表现 看到自己的情形 就像是神话皆是的这样 对待本分 轻慢 不负责任 应付糊弄 藏奸耍滑 回想刚开始做组长的时候 我还能下功夫去做 可技术一有点长进 工作有点果效 我就开始满足现状 吃老本 总体贴肉体 心里总琢磨 怎么放松自己 怎么过得轻松一点 就是不愿操心受累 把工作完好了做 明明发现工作有问题 也不及时解决 别人多次提醒 我也不接受 甚至 看到组里弟兄姊妹 遇到难处发怨言 我作为组长 不但不交通真理解决问题 反而还随从附和 好像 不管视频工作 再怎么耽误 弟兄姊妹有多少难处 都与我无关 只要我肉体享受得好 别累着就行了 结果 我们制作的视频 不断出现问题 严重耽误了 视频工作的进度 我把这么重要的本分 当成儿戏 为了享受点肉体安逸 就敢瞪着眼睛 应付糊弄 欺骗神 糊弄人 我哪有一点 敬畏神的心呢 就我这种 尽本分的态度 实在让神 艳增恨恶 想想 工作中出现的 种种问题 我如果 真下功夫 付代价去解决 都不至于 做得这么糟糕 可我就是懒 不想受苦受累 结果 把视频工作给坑了 我真是自私卑鄙 没人性啊 颓废堕落到这个地步了 还没知觉 沈百世人事物 几次提醒 我都不反省悔改 我的心 怎么这么麻木刚硬呢 想到这儿 我心里很难受自责 像我这么不负责任 没人性的人 真不配做这个组长啊 现在被撤换 都是我咎由自取 听你这么交通啊 我心里也挺受触动的 为贪图一时的安逸 尽本分就偷懒耍花 把神给的操练机会错过了 这亏损太大了 是啊 临到挫折失败 心里都会痛苦 但能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这也是收获啊 是 是 一天灵修时 我又看到一段神的话 有责任心的人 不管带领工人还是上面 只要对他说一句话 交代一件事 他都觉得 哎呀 人家这么看得起我 我必须得把这事办好 可别对不起人家 对这样有良心理智的人 你是不是就敢托付他办事 你能托付办事的人 肯定是你心里信得过 看重的人 你在心里看重这样的人 看得起这样的人 尤其是他为你办了几件事 都挺认真 完全达到了你的要求 你就感觉 他是值得信赖的人 你心里就很佩服他 看得起他 人都愿意交往这样的人 何况神呢 你们说 神愿不愿意 把人该尽的本分 托付给一个 不值得信赖的人 当神把教会的某一项工作 交代给一个人的时候 神对这个人的期望是什么 第一 希望他尽职尽责 把这项工作 当成大事来办 能做好 第二 希望他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不管过多长时间 不管环境发生了 怎样的改变 他的责任心没变 他的人格 是经得住考验的 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神就放心了 不会在监督跟进这个事 因为神心里信任他了 把这个事交给他 他保证能完成任务 不会出差的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认识到 一个真正有人性的人 他尽本分有责任心 能接受神的见证 不管在什么环境背景下 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 按照原则 不打折扣地 进到自己的责任与中心 这才是对待本分 该有的态度 是 想想 教会安排我负责视频工作 我起码应该把自己 能做到的尽力做好 及时发现解决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难处 保证工作能正常进行 是啊 可我接受本分时 嘴上答应得挺好 过后 却只顾享受肉体安逸 丝毫不做实际工作 甚至 别人再三督促提醒我也不做 我挂着组长的头衔 却没起任何作用 连自己起码该进的责任 都没尽到 结果 把视频工作给耽误了 我真是没人性 一点不值得信赖 按我的所作所行 早该被淘汰了 我现在 还能继续留在族里尽本分 这都是神的宽容怜悯 是 当时我就想 我得好好珍惜神给的机会 尽心尽力把本分尽好 之后 我再尽本分 不再像之前那样满足现状了 每天除了完成需要制作的视频外 一有时间 就琢磨怎么提升工作效率 总结问题偏差 并及时反馈给族长 还和大家共同商量解决方案 这样进本分虽然累点 但能尽上自己的一点责任 心里觉得平安踏实 不久 带领看我有点转变 又安排我负责一个视频项目 再次领到这样的本分 我很珍惜 也想用心把本分尽好 我每天积极跟进工作 总结工作中的偏差 发现问题 就及时找解决路途 解决不了的 也会找组长商量探讨 可一段时间后 我看到工作有了些果效 业务技术有一些涨进 我那懒惰的思想 就又出来了 这段时间工作也在正常进行 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我也该歇一下 每天工作这么多 要操这么多心 总这样我也承受不住啊 一有这想法 我的心就松懈了 又开始按部就班的基本分 也不琢磨怎么提高技术 怎么解决问题偏差了 弟兄姊妹的工作情况 我也懒得过问 有点时间就想放松肉体 甚至在工作学习业务的时间 我都看起了一些 娱乐视频剧情片来消遣 结果本来能提前完成的视频 被我给拖延了 我的工作果效开始下滑了 又老病从犯了 是啊 那几天 我整天浑浑噩噩的 心思不清明 制作视频没思路 吃喝神话也没有享受 心里特别黑暗 向神祷告 也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了 虽然我也意识到 这样下去很危险 可又控制不住 我心里特别的痛苦煎熬 那时 我正好看到神的话说 信神的人 如果与不信神的人的言谈举止 都是一样的随便不受约束 那这人比外邦人还邪恶 是典型的恶魔 阿们 神的话就像直接揭露我一样 自己信神这么多年了 到现在 还能在制作视频的时候 不务正业 休闲娱乐 这不用说忠心了 就连起码该有的规矩都没有 在世上给老板打工 都得遵守公司的规定 上半时间也得认真工作 不允许自由散漫 可今天 我在教会进本分 却连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 为了满足肉体 就能轻易丢下本分 我这样放荡不受约束的人 哪被称得上是基督徒啊 我这样进本分 连效力都效不好 更不用谈达到合格进本分了 我恨自己 太体贴肉体 怎么就没有一点背叛肉体的骨气呢 想想 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宁可冒着被中共警察抓捕受酷刑的危险 也不放弃自己的本分 而我逃离到国外 在民主自由的环境尽本分 就是多花点心思 付点代价都不愿意 我活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还哪有一点人格尊严呢 越想就越觉得 没脸面对弟兄姊妹 更没脸面对神 总在这个世上失败 你有没有反省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啊 当时我就反省 我曾因体贴肉体 玩乎职守 失败过一次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长记性呢 我做事 怎么总是三分钟热度呢 我一遍遍向神祷告 求神开启光照 使我能找出问题的根源 一天灵修时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人为什么总是散漫 懒惰 像个活死人 这涉及到本性的问题 人的本性里有一种惰性 做什么事总得让人督促 有时候是人体贴肉体 贪想肉体安逸 总为自己留后路 这些人鬼道心眼太多 真不是好东西 不管尽什么重要本分 都要留一手 这就是不负责任 没有忠心 今天说这些话 就是提醒你们 做工作别被动 我说到哪儿 你们得能跟到哪儿 假带领不做实际工作 但假带领可知道怎样当官 他当带领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收买人心 他实行新官上任三把火 先做几件 先做几件讨好人的事 给大家办几件生活方面福利的事 先给人一个好印象 让人看见他这个带领真体察民意 让人夸赞 他是我们的父母官呢 然后他就正式上位了 他觉得有群众基础了 地位也坐稳了 就名正言顺地 开始享受地位之福了 他的人生格言就是 人生在世吃穿二字 人生苦短 何不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能享受一天算一天 能快活一时算一事 不想以后怎么样 更不考虑做带领 该尽哪些责任本分 他讲那些字句道理 做点面子活 都是在例行公事 丝毫不做实际工作 不把教会存在的实际问题 挖掘出来彻底解决 做那些外皮子活有什么用 这是不是骗人的 对于这类假带领事的人物 能不能唯以重任 他们符不符合 神家选拔带领工人的原则 条件 这样的人 一点良心理智都没有 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还想在教会里 做官当带领 他怎么不知羞耻呢 有些有责任心的人 素质差都做不了带领 何况一点责任心都没有的 废人 就更没有资格做带领了 这类好吃懒做的假带领 懒到什么程度 发现问题 知道是问题了 都不当回事 都不搭理 太没有责任心了 别看他能说会道 好像有点素质 但教会出现的各类问题 他却解决不了 教会工作问题 积累成堆 成了传家宝 他也不管不问 还是坚持立行公事 做点表皮的活 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会不会把教会工作 搞得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 会不会使教会 人心涣散 混乱不堪 这是必然结果 阿们 阿们 揣摩这神的话 我认识到 我尽本分 总是自满自足 不求上进 就是因着 我本性懒惰 贪想安逸 在我的心里 装满了撒旦的 处世哲学 像什么 人生在世 吃窗二字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不管明天喝凉水 余生不长 善待自己等等 我凭这些撒旦谬论活着 觉得 人活一世 就得享受生活 总受苦受累 那是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 我不管做什么事 都没长性 总是 有点成果 就以此为资本 开始自满自足 放纵自己 就像上学的时候 只要一段时间成绩不错 得到老师同学的夸奖 我就不想再花心思 下功夫学习了 就想静静地玩 哪怕上课不听 作业不做都无所谓 一旦成绩下滑 父母老师管得严厉了 我就又开始加紧学习 努力拼一阵子 等把成绩赶上去后 我就又放松了 又开始贪玩了 这些年 我一直受这些堕落思想的支配 越来越懒惰 颓废 不求上进 干啥事 都是三分钟热度 不想受股负代价 尽本分 也越来越会藏尖耍滑 不管是之前做组长 还是现在做组员 跟进一项工作 我都是这副 不求进取的揽项 有点果效就吃老板 总想坐一阵歇一阵 生怕自己做多了 吃亏受累 明明发现工作存在问题 也不解决 宁可把时间拿来消遣娱乐 也不在本分上 多花一点心思 付一点代价 只满足做点面子活 能糊弄堂塞带领就行 看到我不仅懒 还特别地轨道滑头 巴不得每天都歇着 都安逸着才好 我享受了那么多 神话语的教官光影 和神的看顾保守 却连自己起码该尽的责任 都没尽到 我不就是一个 寄生在教会的揽祸废物吗 还哪有一点人心理智 如果我再不悔改 即使教会今天暂时没淘汰我 但神见察一切 圣灵也不会在我身上做工 早晚也是被淘汰的对象 这么一交通就看到 这懒惰的本性不解决 带来的后果太严重了 是 我想到圣经里有一句话 鱼丸人安逸避害己命 如果为了他想一时的安逸 断送了蒙拯救的机会 到时候肠子都得毁清了呀 是 是 那后来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呀 后来我是借着吃喝神的话 对待本分的态度 才有了一些转变 全能神说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 这事太重要了 这可是严重的事 神给人的托付你完不成 你不配活在神面前 应该接受惩罚了 神对人的托付是天经地义得完成的 这是人最高的职责 跟生命一样重要 你如果对神的托付掉以轻心 那你就是最严重的背叛神 这就比犹大更可悲 该受咒诅 怎样对待神的托付 人必须得看透 起码应该明白 神对人有托付 这是神的高抬 是神特殊的恩待 这是最荣耀的事 别的什么都能放弃 甚至性命不要 也得完成神的托付 人都要追求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别满足于现状 要达到活出彼得的形象 得具备彼得的认识 彼得的经历 要追求更高更深的东西 追求能更深的爱神 更纯洁的爱神 追求有价值 有意义的一生 这才是人生 才是彼得一样的人 你得注重 自己能在积极方面 主动地进入 别为满足于一时的安逸 而消极后退 却忽略了更深更细 更实际的真理 你得具备实际的爱 你得想方设法 摆脱这种堕落的 无忧无虑的畜生一样的生活 得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活出一个有价值的人生 别自己愚弄自己 别把自己的一生 当玩具来玩耍 对每个有心智的 爱神的人来说 没有得不着的真理 没有站立不住的正义 你的一生 该怎样度过 你该怎样爱神 以此来满足神的心意 这些都是你一生中最大的事 最主要你得有这种心智 还要有这毅力 别做那没骨头的弱者 你得学会经历有意义的人生 经历有意义的真理 别这样应付自己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认识到 追求静好收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一个人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如果总是贪求安逸 不思进取 对自己的本分应付糊弄 这是在背叛神 是让神验憎咒诅的事 嗯 是 想到彼得 从始至终都在努力追求 爱神满足神 他总用神的话 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进取 在凡事上 注重实行真理满足神 最后彼得能为神道定十字架 做出响亮的现证 是 还有挪亚 他接受了神的托付后 为造好方舟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 受多少苦都在所不惜 一直坚持一百二十年 直到把方舟造好 是 对比挪亚和彼得 对待神 对待本分的态度 我很蒙羞惭愧 看到自己 又自私又懒惰 没一点人性 对待本分 连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 应付糊弄 拖拖拉拉 一旦要求高点 工作忙点 我就含苦含泪 甚至 在有人督促的情况下 还能偷奸耍滑 满足肉体 一点敬畏神的心都没有 我这跟不信派 有什么区别 就我这种追求法 最后只能把自己 坑了断送了 可我 还总是自我感觉良好 付出那么一丁点 就觉得满足了 我真是太麻木 太愚昧无知了 我怕本分尽成这样 神还没有放弃我 还一再给我悔改机会 我不能再这样 堕落伤神心了 于是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看到自己本性懒惰 实在没有人性 我不愿再这样活下去了 我想好好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愿你见察我的心 阿们 从那以后 我就在本分上下功夫 虽然每天的日程 还是排得很满 但我尽量抽时间 学习钻研技术 也常常总结问题偏差 不断地尝试改进技术 一段时间后 我制作的视频 果效又有了些提升 当我把学到的东西 分享给弟兄姊妹时 看到给大家 也带来的一些帮助 这挺好 是 我心里觉得很平安 很踏实 这样基本分 虽然忙点 有时少休息会儿 但我心里 也不觉得苦 不觉得累了 反而感觉 心思清明多了 每天过得 不再像之前那样 浑浑噩噩 稀里糊涂了 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看得也更清晰一些了 并且 接着和弟兄姊妹 一起寻修交通 在神的开启带领下 许多问题 都能及时得到解决了 感谢神 看到浑浑噩的态度 太重要了 心对了 能认真负责 就有神的带领 是啊 按照神的话实行 浑浑噩就有路啊 是 真是这样 但因着 我被撒旦败坏太深了 撒旦那些懒惰的思想 还常常影响着我 但看到工作有了些果效 我心里又有些自满自足 想放纵肉体了 一次检查视频时 我正好看到一个动作片 心想 这段时间工作压力这么大 看会儿电影 缓解一下压力 也没事吧 看着看着 我突然意识到 我这不是又老病重犯了吗 我想到了神的话 全能神说 你尽本分的时候 想应付糊弄 想偷奸耍华 想躲避神的剑查 这时就得赶紧来到神面前祷告 反省这样做对不对 再揣摩揣摩 我信神是为什么呀 我这么糊弄 能把人糊弄过去 但我能糊弄得了神吗 再说 我信神也不是为了偷奸耍华而来的 我是为了蒙拯救 我这么做 不是正常人性的表现 也不是神所喜爱的呀 不行 在世上 我偷奸耍华 随从己意也就罢了 现在我身处神家 身处神的主宰之下 身处神眼目的剑查之下 我是人 得凭良心做事 不能随从己意 我得按着神的话去行 不能应付糊弄 不能偷奸耍华 那怎么做不是偷奸耍华 不是应付糊弄呢 我得下点功夫 刚才我觉得那么做麻烦 就不想受苦 现在我明白了 那么做虽然麻烦 但有果效 我就应该那么做 做的时候 心里还怕受苦 这时就得祷告神 神啊 我是个懒人 是个滑头啊 求你管教责备我 让我的良心有知觉 让我有羞耻感 我不想应付糊弄 求你引导我 开启我 让我看见我的背逆 我的丑态 你这样祷告 反省认识自己 就能产生懊悔之心了 就能恨恶自己的丑态 错误的情形 就开始转变了 心里就能揣摩 为什么我能应付糊弄呢 我怎么总想偷奸耍华呢 这么做 太没有良心理智了 这还是信神的人吗 我做事 为什么就不能求真呢 不就是多花点精力 多花点时间吗 这算什么呀 这是应该的呀 这一点都做不到 还配称为人吗 于是就向神立心志起誓 神啊 我对不起你 我真是败坏太深 没有良心理智 没有人性 我愿意悔改 求你宽恕我 我一定改正 如果我不能悔改 愿神惩罚我 之后 心态就回转了 开始有变化了 再尽本分做事 就能求真了 应付糊弄的成分 就变少了 也能受苦付代价了 觉得这样尽本分真好 心里平安喜乐 人能接受神的见察 能祷告依靠神 情形很快就不一样了 阿们 阿们 揣摩着神的话 我有了实行的路途 我的本性懒惰 总喜欢肉体安逸 不愿受苦 凭我自己没法解决 我只有祷告依靠神 接受神的见察 在想体贴肉体 偷奸耍滑时 就赶紧祷告 求神管教责罚 这样才容易背叛肉体 尽好本分 是 于是 我就把自己的情形 向神祷告 求神管教我 祷告后 我的心就安静了下来 我就继续检查视频 认真揣摩原则 查找相关的资料 当我的心琢磨正事时 我感觉到了神的带领 很快就找出了视频中的问题 也有了解决的方案 太好了 是 经历过后 我对解决自己的惰性 有了信心 看到 只要真心依靠神 在尽本分中 接受神的见察 再想体贴肉体时 能祷告依靠神 有意识约束自己 这样就有力量胜过去 能安下心来尽本分 现在 虽然我还时常流露 贪求安逸的败坏心思 但我相信 只要按照神的话 这样不断的实行进入 这些败坏性情 肯定能得到解禁变化 是啊 感谢神